嗨,大家好,我是歐曼 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们在去年去丹麦参访了一些非常优质的银法住宅案例 为什么去丹麦呢? 主要是因为,其实像在北欧跟台湾 目前都有非常严重的高龄的问题 那再来第二个,目前在台湾 其实像建商啊,或者是很多跨产业 他们都对这样的产品非常有兴趣 但是建商呢,他们不知道 这些就是银法住宅到底要怎么样设计 才是合乎这些人的需求 但是其他产业呢,对建筑又不是这么的熟悉 所以在两方都有需求的情况下 我们在去年呢,就找了几个合作伙伴 然后一起去丹麦参访 那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间 真的是比家还要温馨还要舒适 让你就是真的一辈子就想待在那边 仔细看咯 那大家一定有疑问说 为什么选择的是去丹麦而不是日本 因为照理来说 日本跟台湾的文化习性比较相近 不是应该选择日本嘛 而且他们的银法产业发展得很好 那之所以去丹麦呢 是因为我们发现 其实日本整套的银法制度 不是沿袭至于来自北欧 尤其是丹麦 丹麦是整个北欧社会里面发展最早 而且最成熟的 那我们今天要来介绍的这间 叫做Bumi Park 它其实给我的印象非常深刻 因为那时候呢 我们的公车就是到了公车站牌 大概在它门口的时候下车 那要到这个Bumi Park前呢 有看到一间超市 这个超市呢 它光在门口这边就有一个斜坡 这要进到超市的时候 它其实是可以推着轮椅进去的 所以其实是非常为这附近的这些 比较高龄的住户去做设计 后来进到Bumi Park前的大厅之后 我们发现里面的每一处呢 基本上都没有任何的阶梯 或者是凸起的地方 整个地方都是非常的平坦 所以呢 任何人在里面 其实只要使用轮椅的话 都可以非常自由的行动 接下来呢 我们看到非常和哀可亲的执行长 面带笑容的来迎接我们 那其中我们的一个伙伴就说到说 欸 你们这个机构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欸 结果呢 执行长就变得非常的严肃 收起笑容 然后说 欸 不好意思喔 我们这边不是机构 而是家 那其实这句话 给我一个蛮大的震撼 因为执行长说 他其实希望呢 来这边工作的每个工作人员 可以把这边当成是家 然后我们把这些服务的老人 当成是家人 所以其实彼此的关系之间是 互助的 而不是服务的 那希望这些老人他们是可以自理的 所以呢 在这边住的每个老人 其实他们都有非常高度的自由 因为这些工作人员跟他们 互相会去有很多的讨论 比如说在这个礼拜呢 他们期望会做一些什么事情 不管大的或者小的都可以 他们会制定自己的短中长计划 短计划可以比如说 我们今天设定去中庭绕个几圈 也可以是个短计划 那强一点的呢 可以规划说跟几个伙伴 然后一起去别的地方啊 或者是甚至是附近的邻果 一起去来个小旅行 那这里是可以是个强计划 那是不是非常有别于台湾 就是这种传统的养老院呢 因为一般大家听到养老院的话 大概印象就是一群老人 然后坐着轮椅 坐在客厅那边 然后每个人就是 都一模一样的就是在那边看电视 非常的无聊无趣 整个安养中心采人性化设计 M字型的建筑把房间围绕在 花园中庭的周边 直心讲说基本上希望每个房间 看出来都可以看到宽阔的景观 因此采用这样的设计 而我们在拜访的当天天气不错 所以许多住户都来到中庭活动 从照片中可以看到一群老奶奶 跟工作人员正在一起玩游戏 气氛相当好 进到其中一位住户的房间 良好的采光跟通风 不用开灯跟空调 就已经让人觉得非常的舒适 这里每个房间大概是12坪左右 包含温馨的客厅 卧房 及卫浴空间 由于这里将成为这些高龄住户 人生的最后一站 因此安养中心也非常鼓励 他们将家中习惯的摆设 可以尽量搬过来 让这里多了一份家的熟悉 及温暖 那每12到15个住户 会共用一个交易厅及厨房 直行长说这边定期会主办聚餐活动 有住户拟定好菜单 并有工作人员陪同采购后 回来一些料理及享用 他们认为借由食物的分享 来纯递温暖跟交流 是最棒的互动 大家一定很好奇 这里的房间租金一个月是多少呢 要讲到这个之前 必须先带到一些关于丹麦的社保制度 八成丹麦的安养中心 是由政府委托AKB 属于非盈利机构买下并兴建 然后再出租给Bumi Park 这样的民间经营单位营运 营运成本由90%为人事成本 但人事成本也是由政府支出 因此营运单位仅需支付给AKB租金 而租金的来源则是来自于租户每月缴交的租金 租户每月除了住房的租金8000丹麦克朗 约台币4万块之外 另外就是餐饮支出4000丹麦克朗 大概台币2万块左右 而住房租金会从他们的退休年金扣底 额外还有住房津贴补助 可以去补贴餐饮的部分 因此基本上入住安养中心 是没什么额外需要负担的 综合一下以上今天的内容 那其实换位思考如果今天是变成我自己 然后必须从陌生的环境 改到一个新的地方 并且在那边养老 当成人生的最后一站 我可能会希望这个空间会多了一些陪伴跟温暖 所以呢我们在跟合作伙伴互相的讨论之下 我们的共识是未来呢在台湾的引法住宅开放上面 应该要有更多以人为本的设计跟管理 更重要的是要可以成为可负担的美好生活 我们这是一个介绍风格地产的频道 如果喜欢相关资讯的你 欢迎赶快帮我们按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将最stylish的资讯 以时间分享给你哦